祈祷生回到災厄 清真寺充当临时避难所 大批灾民等待安置 大雨引发土石流 吉隆坡双西本茶拉 至少有时间房屋倒塌 数人受伤 由于地质不稳定 当地被化为红区 所有居民都必须疏散 以侧安全 刺激志工动员前往了解灾情 慰问关怀灾民所需 受灾人数大约有200人 职工将进一步规划援助行动 协助灾民重建家园 大海新闻 曾善美职工王日发 马来西亚报道 好 这里也是